吉隆坡一名80岁的老翁控诉 四年前借了一笔钱给儿子做生意之后 儿子从此失联 还无情地将他要上门要钱的他聚于门外 老翁表示他目前和妻子相依为命 依靠福利局的援助 以及另一名在国外工作的儿子 不定期给他的家用过生活 老翁说他的银行存款只剩下20令吉 他希望儿子可以遵守承诺 尽快还钱让他看病 80岁的吴光生今天召开记者会 申诉本身不幸的遭遇 他说他在2014年借了15万令吉 给儿子吴景棠做生意 儿子当时承诺会在父亲有需要时 归还欠款 没有想到原本非常孝顺的儿子 拿了钱之后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四年来不但音讯全无 甚至不曾主动探望老爸 他向我借了这个15万麻痹 就带我去那个大中云囊 把我把我这笔钱勾奖他的户口 那次请求一支我电话都联络不到上 接不到他请求他出来跟我见面 他也不理睬 吴光生表示在借钱给儿子之前 曾经把买房子剩下的27万令吉 当成遗产给了儿子 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一无所有 吴光生透露他的银行户头 只剩下20令吉 目前靠着妻子每个月领取的 百多令吉福利局援助过活 根本没有钱看病 他透露去年曾经到儿子居住的公寓要钱 但见到儿子之后 儿子却匆匆出门工作要不到钱 接下来几次的登门造访却被保安聚于门外 对于遭受儿子绝情的对待 吴光生坦言 他已经对这名儿子感到失望 不介意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公共投诉局主任 游家豪欲请吴警棠尽快联络父亲 或是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公共投诉局 以解决老人家的经济困境 游家豪也建议政府通过立法 想致子女给父母上养费 解决弃养问题 NTV7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